今天讲棋之前呢我们先做个调查 现在我们有两种棋子 大家是喜欢哪种呢 是喜欢这种还是喜欢这种 这种呢就比较大一些 这个呢虽然小一点 但是走着有声音敲着有劲 喜欢这种呢大家可以扣个一 喜欢这种呢扣个二 今天这盘棋这个红棋可不得了 是越南的一个高手叫阮城堡 当时啊他已经连杀了我国 六五元客级大师 那关键时候还得我许哥出马 许云川闪亮登场了 阮城堡先走来了一个仙人之路 许云川 足底炮 红棋 繁架轰炮 黑棋 补三项 红棋呢撬个边马 先避其锋芒削弱你这个 足底炮的威力 黑棋直接高横军 红棋上马准备亮锯 黑棋呢 腾锯过攻 红棋呢不着急 先把这个锯出来 那个锯他出来你挡不住 他在高居巡河以后呢 跳个拐椒马 红棋呢先补一手试 黑棋一看现在跳个拐椒马 人家可以啊平炮瞄住你 他也不着急了 他也先补一手试 先补后中路 这样你打中足不带经 那红棋呢 也是先收炮视角 把这个锯亮出来 黑棋 跳边马 你要是把锯出来 他就挺个变足 以后啊上马打你 那红棋这时候啊 选择了这个打掉这个中足 你什么时候上马 拐椒马踩我 我就什么时候把马呀给你敲掉 那这棋不可能 所有的好处都让你一个人炸完 那他就拱个变足 就不让你出局了 你一出局 我就上马打你 那这个法拉利不能一直在家停着呀 他就选择了一手边线请兵 想着你一队才杀出来 那黑棋呢 还是把马带出去 你现在敢冲过来 我就有一个进马 踩你的包 踩你的马 踩双带棋 红棋呢 请个兵 黑棋呢 再拆鞭炮 描露它 红棋边线那个鞠出不来了 就把这个鞠压制进来 摁住这个小马 黑棋退炮打一下 红棋呢 退一手鞠 黑棋呢 这时候啊 选择了一手图棋精英 这个棋啊 他可以考虑啊 走一手图三精英 这种图棋精英呢 就给了这个红棋啊 透送的机会 他呀就给你对子了 上马踩一下鞠 你抵住他之后 哎 他冲过来了 要求啊 给你交换 那也没招了 只能是换了 吃掉 吃掉 这个 他不着急吃过去 他先上马 踩一下你这个中炮 让你定位 红棋呢 选择了 退炮 退棋 这时候啊 再冲过去 红棋呢 也没有选择 平炮要对 他把鞠啊 开出来 退棋呢 就进一步 站住兵线 下一招就准备 拔你的根 威胁你这个中炮 那红棋呢 就退局 退局 一招两用 既可以平类上 攻击你的拐脚马 又可以你吃兵 威胁我炮的时候啊 我架个中鞠 打向 反臭你的鞠 那 许云川在这里啊 处理的非常好 选择了一手啊 送足 把足送掉 蓝鞠 那红棋肯定也是要吃掉 吃完之后啊 他再高一手炮 高一手炮 以后啊 我可以架中 红的呢 高鞠 退棋呢 就把这个兵吃掉 红棋呢 摆个中鞠 要打向臭鞠了 退棋呢 将顺势把这个一路鞠 开动出来 哎 走半天了 突然间发现车库里面 他停着一辆法拉利呢 那他开出来溜溜啊 他再 平过来 呀 这个棋子太大了 塞不住了都 他再平过来 来对鞠 那黑棋呢 不跟他对 平过来 做一下像 以后呢 还可以平过来 打你的像 他呀 选择了 一手 平过来 平过来之后 黑棋在这里 并没有来吃这个像 你吃这个像 没有炮的配合 没有用 而且呢 还造成了一个低头剧 他呢 很老练 先把竹平开 以后成了底炮 那就不得了了啊 那红棋呢 平个兵 将这个炮拦住 黑棋呢 平炮打像 抢个先手 那这个时候啊 还是呀 应该补一手 像七进武 他呀 实在呢 他害怕被人家 瞄着这个懵 他补了一手啊 像三进武 那这种花式像 都是一种啊 不好的棋型 弄完之后 人家又平过来了 这一平过来之后 这个黑棋呢 招就很多了 可以打你的像 你不敢像 比较闷杀 可以架中炮 反打你 你再打我的炮 可不带僵啊 那红棋呢 选择了一手 深炮 将这个炮啊 拦住 你拦住 黑棋 高这个 还是要往中间来 红棋一看 不能容忍这个炮架中啊 他呢 就先架个中炮 这个棋子 确实有点大啊 不过大的看得清楚 他价格中耗 黑棋呢 在这里呢 他本来呀 也可以考虑啊 把这个像打掉 你不敢废我 你要是捉我 我就平兵 欺负你 你吃完 我再把这个像给你杀了 杀你这个嘛 在这里呢 他不想对子 他选择了平具 站住泪 站住泪之后 那红棋呢 就平均将这个炮啊拦住 以后呢 这个炮一闪开 不当炮架 他吃住你 黑棋呢 选择了 先出老将 那红棋呢 不依不饶 还是动手了 炮击中式 先扒掉你一层底裤 那吃着炮呢 黑棋啊 不跟他交换 伸炮将他拦住 下一招 还有大局 现在还吃着炮 他呢 选择了一手啊 退炮隔断 想什么意思呢 想让你下足宝 然后他一敲 那黑棋没那啥 黑棋呢 平过来 平足宝 红棋啊 在这里还应该将他 飞掉来交换 他呀选择了 将这个炮啊淘开 炮淘开之后 黑棋呢 上马采鞠 试探红棋的硬招 红棋呢 是选择了鞠进一步 来捉炮 看似是个仙手 骑着这个甲棋 应该呀退回来 描入这个足 黑棋一退炮 他是先抓一下这个炮 黑棋呢 就退炮 下一招 就要往中间一扣 可受不了啊 你在压马的时候 一打炮 你这本是绝情 铁门栓的 你来不及吃马 所以说呢 就选择了 先压住这个 小马 黑棋呢 是选择了一手啊 落相 用鞠 保住这个马 那他呢 选择过来 做一下炮 黑棋呢 再炮高一 红棋呢 拦住这个炮了 他就把这个鞠出来 再捉一下 这个小马 哎 黑棋呢 来一手 龟马金枪 现在你怎么办 踩着你的鞠 吃着你的炮 你这个鞠 横着动 这边呢 还要打你的相 那走到这 红棋呢 选择了呀 鞠退一步 那他呢 就把这个 炮给吃掉 先得一子 但是呢 红棋啊 有个禁鞠 吃你的马 你这个小马 不敢逃 你看似有个踩霜 但是呢 人家这边 沙士一江 平鞠一江 全跑完了 带着江跑完了 却是怕双鞠 你得一个子 那被人家 把俩底裤扒光 人家俩就在这 围着你转圈 那可不行啊 说这个小马呢 也不敢逃 就选择了平鞠 那红棋呢 把马打掉 就把这个狮子啊 找回来了 找回来 你不敢吃啊 你吃个一杀 是陈亚军了 那黑棋呢 就上个试 来试探 你这个炮一躲开 他一架中炮 又是一个绝情铁门栓 你要是退回来 交个狙吧 人家还可以飞个像 像你 你这个狙再走开 这么又要打向 要架中炮 这个有攻势 做成他被逼无奈 只能啊 再把这个划心事啊 给掏了 那现在你没有这个 陈亚军了 那黑棋啊 就把炮吃了 这样呢 转了半天 还是多吃了一个 不过呢 也损失了两个底裤 红棋呢 行过来 退回来 跟住这个炮 红棋呢 选择了呀 点住红棋的小蛮腰 即使啊 他可以考虑啊 定居契合 红棋 也不甘心固守了 把这个编码呀 标出来 那黑棋现在多人了 那流氓战术就使上了 抓紧给你对子 吃掉 红棋呢 也只能吃掉 黑棋可想架中炮 给人家要杀 但是呢 人家会杀相 他走得呀 很老练 先把这个法拉利 开出来 以后啊 飞个边相 再架中炮 红棋呢 退一手拘 四季啊 以后给你对拘 黑棋 飞相 下一手这个拘 红棋呢 选择了 拘进一步 黑棋 铁帽子一扣 绝请铁门栓 那红棋只此一招 平恶中拘 那现在这个鞠被牵制住 动不了了 黑棋啊 就开始欺负他了 高鞠吃泥 你不敢离开中午啊 只能退回来 哎 再捉你 只能啊 再进来 多两下 先凑点时间 这也是专业棋手们的 这个标准化动作了 这个借着做鞠 调整了这个鞠位 然后啊 把小组靠过来 以后这个炮 一伸进来 就牢牢的把这个鞠啊 给你盖住了 红棋没招 选择了呀 先对鞠 黑棋 吃掉 红棋 吃掉 那这个黑棋肯定是 浸泡 他没着急浸泡 在这里啊 他不着急浸泡 这个许仙 那个鬼魅残疾啊 他是非常老练的 他先抓兵 下来 再抓 下来 哎 将你这个兵啊 给你赶老了 赶低了 对我没有任何威胁了 这个时候啊 他在 神炮 确实啊 这个残棋啊 非常老练细腻 那这个时候啊 无论如何 应该是这一手试 这一手试 给老将啊 留过后门 逃生的路 能够多一点 他呀 选择了一手下试 这下试 那不得了了 黑棋平居 一封住将门 那下一招 进居宝炮 再充足 这个居啊 就活生生的 被申请了 那走到这 这个越南奇王一看 大势已去 也只好 头子任父了 这下试炮 这下试炮 感谢观看